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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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来继续和Jelmy 讲一讲 在疫情之下公司一些特别的部署 其实在这段期间你们会不会有推出一些特别的服务呢 有 我们其中一个服务就是一个代购服务 有时那些不同人他们可能是 We work from home 或者有时可能在家中 他们不想特意戴口就出街去买东西 他们可以用我们代购服务去找人帮他们去买东西 可以买包米 或者有些人真的用他们去买东西 买个雅铃金举 也有 不同种种的代购我们都有做 如果排队排得久 其实是怎样去计算的呢 最主要的计算法是一个距离 或者是点对点服务 可能同区起大约50元左右 然后要远点区的价钱也有些不同 在这段疫情时间 口罩都抢得很厉害 那会不会额外加增加一些费用呢 我们平时的代购服务是有10元的费用的 就是给我们代购的伴侣 用来帮他们买东西 中间可能有些等待时间就有10元 是 多不多客人去采用这个服务 有很大的上厅趋势 是多少 这个Double以上 Double以上 除此之外 你们会不会和一些机构去合作 或者调一些口罩 对 我们在1月底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CSR campaign 是所有那些慈善机构 如果是运用口罩 或者运用手洗衣服 这些医生的服务 是我们会一张单面币帮他们找 是 都不错 同一时间都帮公司建立的形象 以及一些社会的责任 其实在疫情之下 你们觉得对公司的影响是怎样呢 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负面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客户 很多是中小企 中小企就在这个疫情方面的影响 就会较为大一点 这个就是可能较为负面的地方 正面的地方就都挺幸运 我们有部分的商户 是现在他们的销售量上升 可能是医生供服务 可能是网购的公司 他们的销售量上升 这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可能传统用开的客户 会不会他们本身零售的 转加网购的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有这个方面也多了 是 尤其是可能那些餐饮业 他们会开始是用我们去 由一个 offline 变到online 我们是一个他们的 物流方面的 logistic service provider 和合作开 知道你们有另外一些科技 例如大数据去分析客户的需求 情况各样 其实对于物流业方面 会不会是有一个革新的做法呢 你觉得这方面 你们公司是怎样的呢 是 这方面大数据方面 我们是可以用 collect 那些每一张order的经验 可能看回每一张order之后 行place 那个有评分 每一张单评分 可以知道每一个车手 他平时的behavior 是好还是不好 还是普通的 可以断定这个车手 他的质量是怎样的 例如去评测他好还是不好 有什么的范畴呢 可能是客人 他这张单 他的送货时间 准不准 这个其中一个 车手有没有礼貌 还有其他可能有些因素 可能说 有些车手就特别好人 可能会好好地 就是小些东西都帮他送上门 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在评分里面 我的客人也会帮他加分 那你们会否因应这些评分 去派单等等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就是那张订单的距离 远不远 还有时间 还有车中的需要 都有关系 那如果一些司机 他有的不良记录 会不会有机会 效率不用 我们也有这样的措施 明白 除此之外 其实一些行业之内 其实除了一些 可能内地也有做的 香港本土也有做的 一些快利的公司 他们最近知道他们的业务 也很不错 其实除此之外 除了你们之外 也有另外一间独角秀 其实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其实一些传统的行业 可能服务有影响 其实你们怎样去把握这个优势 明白 看这个竞争对手方面 我们就不会评论太多 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竞争对手 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竞争对手 是一件好事的 因为这个市场竞争对手 就是这个市场竞争对手 也未必太合理 有竞争对手 其实是证明到我们这个市场竞争对手 是 至于这个方式的方法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 重点在客人身上 就是最终于客人给我们的钱 没有客人给我们也不会存在 那我们会很重点在客人的想法 还有这个策略 可能给个例子 我虽然作为香港区的总经理 但是我每周二的下午 我都会抽三四个小时 會去街上跟街客聊一聊 看看你能否明白我們服務是甚麼 看看你喜歡我們服務是甚麼 有甚麼不喜歡我們服務 有甚麼地方我們要改善 我們都會每個星期親人去見不同的項目 即使疫情方面也會 是的 也會 其實知道你們有用一些AI的技術 去分析那個用戶的需求 會不會是因為這件事 令到你們可以額外新增 可能幫客人買口罩 買米這個服務 去改變你們的營運策略呢 嗯 這個有的 這個我們是看到不同行業的走勢 我們香港不同的industry 我們知道是誰未來的trend 或者現在的trend是甚麼 我們可以重視到目標的trend 近來方面會不會多了 跟一些網絡的公司合談合作 這個已經多了 是否你做主動隊是他們的peach 大家都有 雙方都有 是的 可能會見到多一些 是那些本來他們是 offline的行業 是 本來是舊式的行業 但是他們開始在疫情之下 他們開始知道要轉型了 那他們就想起我們 Lala Move 送給Lala Sand 所以就會去找我們 去幫他們做這個物流方面的夥伴 是 另外一方面你們都會主動去黑談合作嗎 亦都會的 是怎樣的 是 那我可能給回那個例子 我每個星期二我都下去街 我們俗稱是掃街 是 是 當然就是我去不同的區 零售店 零售店 可能通常那些是小小的店 只有幾個員工 是的 海味店也有 建築建材也有 是 不同的方面的industry 會不會拒絕你 有 100%有 100%有 我們公司其中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Core Value 就是一個Grit 有堅毅 我們是不怕被人拒絕的 我們拒絕 不斷被人拒絕 6年了 但是也不斷有成功的危子 我們其中的標誌就是 我們做人要不斷 不需要怕被人拒絕 也很欣賞你 不過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談 謝謝